大批年轻人团团围住总统官邸 要求下台 抗议行动从白昼到黑夜 连续好几天 我们遇到很多危险 我们没有钱 人们在苦励 人们没有饭 人们没有什么 人们没有煮烧 人们没有钱 所以这要停止 斯里兰卡外汇存底不足 导致进口民生物资严重短缺 物价漫天飞涨 最近几个月缺食物缺药物 就连医师也上街示威 来到加油站前 长长车龙看不见镜头 一个月内汽柴油价格翻了两倍 但再贵还是得加 可是光排队就得花上八个钟头 本该是最基本的生活所需 现在却成了奢求 导致民怨沸腾 这个月三号 26名内阁部长全部请辞 总统隔天随即任命新部长 但民众不买单 世卫声浪依然止不住 斯里兰卡正面临1948年脱离英国独立以来最严重经济危机 外债高达510亿美元 为了省钱已经关闭六个海外大使馆 而当地重度仰赖的观光收入被疫情拖慢脚步 短期内经济恐怕难以复苏 大家新闻黄契林 美